Hello,大家好,我是田园犬大壮的up主 很开心啊,不知不觉来B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首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up主 因为一年了,我居然发了这么多的视频 然后还在掉粉,现在只有两千多的粉丝 当然了,在这个期间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喜欢大壮的朋友们 那就今天这个机会呢,我想回答一些后台的粉丝的一些提问 首先就是大壮跟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在一个上海的一个老小区里捡到他的 当时大壮很小,看上去呢,应该就是两三个月 应该不超过三个月,两个都越大的样子 然后呢,把他捡回家的第二天 第二天,大壮就貌似得了细小 把他带到医院一看,果然就证明他是细小 然后呢,医生当时告诉我说 说这个狗这么小,而且又是你捡到的 说放弃吧,因为细小一天的制药费还蛮贵的 至少要打五天,还不一定能够救的活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一条命 而且跟我有缘分呢,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试一试 那我就在网上求述,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网友呢 他就把他就他家狗得细小的这个过程告诉我了 并且给了我一家这个淘宝店的地址 等一下呢,我会把它贴在简介里面 然后呢,这家淘宝店它刚好是上海的一个兽医店 是在上海的,我就用闪送让他把药啊 还有这个注射所用的东西全部寄过来 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了 当然,当时呢,这个店主也是说不一定能够救的活 因为狗狗太小了 那结果呢,非常幸运的是大壮活下来了 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精神了 第五天的时候呢,就差不多好转了 那如果是大壮的老粉,可以看到我前面有发过大壮以前得细小的这个 那所以呢,就是想跟各位,特别是这种蚕食官们讲 如果说家里面的狗狗得了细小的话呢,也不要很紧张 因为其实即使是得了细小,狗狗的存活率还是很大的 只要发现了及时 当然了,首先第一步要去做的事情呢 就是带他去医院去确认是不是细小 因为医院是可以做这个测试的 那如果是的话呢,你可以按照我下面给你的这个网址 去那家兽益去买 那差不多也就花了不到一千块吧 就是大壮就好了 然后,所以呢,很重要啊 我觉得在这里提醒 第一就是一定要尽快发现 发现了之后呢,尽快去医院做确认 那第二呢,就是 然后呢,第二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呢 就是,大壮是如何学会不在家拉屎拉尿的 这个,说真的啊,大壮真的蛮聪明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不是田园犬天生就是很聪明 他大概四个月大的时候,也就是来我们家的第二个月 我先是买了狗厕所给他 然后呢,他会自己到狗厕所去 拉屎拉尿 然后到他四个月大的时候 那不管我下班回去多晚 然后他都 就是只会让我带他下去的时候 他才 才拉和尿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 大壮是一只让人非常省心的狗啊 当然了,网上也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参考的这种训练狗,训练狗如何定点 拉屎拉尿 包括到现在 知道现在大壮从来 到我父母家也是的 从来没有一次在家里面拉过屎和尿 在这里真的要给大壮点赞 太可爱了 然后呢,第三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 大壮每天都吃什么,怎么体型这么好 说真的,我觉得他是天生的吧 就像有的人天生就身材很好一样 也没有怎么运动,吃的也很多 但他就是天生的身材好 大壮小时候饭量还蛮好 现在长大了 想找女朋友,每天都很作 然后吃的也不是特别多 我一天呢,是给他一大顿 然后一大顿呢,就是大壮的狗碗这么大 鼻孔的脸还要大 然后呢,他会差不多会吃掉一整碗 那里面有主食,有狗粮 然后呢,会有蔬菜,肉 就是我还搭配的就是蛮营养的 全部就是这种一大盆给他 他会吃完 但他一天就只吃这一顿 晚上呢,就不再给他吃了 他出去早上,晚上,中午 或者是下午,现在天气比较热 然后一天会出去三趟 每次一个小时左右 大壮的运动量非常大 特别特别喜欢 猫啊,然后飞鸟啊 就是见到这种活动的东西 他就一定要扑上去,冲上去 拉不住 关于这一点,我也是有一点苦恼啊 希望就是在看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留言 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控制一下 狗子对飞鸟和猫的冲动 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没法控制了 他现在太大了,已经一岁多了 那还有就是问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不好意思,刚才我妈进来打扰了一下 那第三个问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 UP有没有给大壮做绝育手术 其实说真的,我之前还是蛮犹豫的 因为 我也去打听过做绝育手术 对狗狗的好处和坏处 但是很多的粉丝都说 千万不要给大壮绝育啊 因为大壮长得这么帅 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好的基因留下去 所以我一直是心里很犹豫 现在他都超过一岁了 应该是错过了 最好的去做绝育手术的时间 我现在在线给大壮征婚 如果各位粉丝朋友 你看到我的这条消息 然后呢,你们可以帮我转发一下 真的有长得很漂亮的田园犬的话 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让大壮 就是让我们家大壮 也容生成爹吧 因为大壮真的蛮好看 蛮可爱的,非常的聪明 我也希望把中华田园犬这种很优秀的 很古老的这种品种的延续下去 那我觉得肯定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就是靠个人力量应该是很难的 发动一下大家 所以呢 那应该就是这几个问题了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田园犬的想问的呢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留言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粉丝的 这个,就是什么,一键三连 好像我从来没有求过投币,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 一直关注大壮成长 喜欢大壮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 那等一下呢,我也会把大壮的这个 从小这样的一个照片做一个集锦 作为我们来这个B站一周年的纪念 给喜欢大壮的朋友们看 那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或者你觉得这条视频 对你和你身边的朋友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投币 谢谢